旅行者一号碰到过的最诡异的东西是什么? 答案或许会让你几倍发凉 这颗本应在宇宙深处传递人类故事的探测器 在距离地球230亿公里处 突然传回了类似心跳的神秘信号 仿佛从这一刻起 它闯入了某个有意识的领域 如果它真的发现了一条边界 真正的问题便随之而来 是谁? 画下了这条线 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一号 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回家吃饭了 它为人类带回木星风暴和土星光环的震撼影像 完成初始任务后仍继续前行 掠过了天王星和海王星 之后便朝着太阳系边缘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 48年后的今天 它仍在运行并传回数据 2012年 旅行者一号跨越了日球层顶 这条看不见的边界 标志着太阳磁场影响的终结与星际空间的开端 科学家本以为此后会是溅入寂静的空旷 但现实却截然相反 探测器开始捕捉到低频震动和磁场波动 以及规律重复的脉冲信号 起初 这些被归咎于设备故障或宇宙噪音 可信号不仅从未消失 反而愈发强烈和规整 其有节奏 可重现的特征 绝不是宇宙射线或静电干扰 反而更像是某种信息 这完全超出了所有模型预测 迫使科学家重新审视太阳系边缘 那里或许不是被动边界 而是一道宇宙防线 旅行者一号并非单纯飞入太空 而是撞进了一个未解之谜中 日球层顶是太阳风与星际粒子的碰撞区 科学家曾认为这是可预测的磁场缓冲区 但探测器记录的却是一片混乱团流 磁场连移在传感器上跳动 高能粒子乘波状移动 更诡异的是 信号逐渐显现规律 当地球与银河中心连成一线时 信号会增强 地球偏离时 信号便消失 天文爱好者与研究者开始怀疑 这些现象可能不是自然的产物 磁场异常 数据扭曲 微小却稳定的时间偏移 可能是探测器与空间中某种东西互动的痕迹 越来越多的理论指出 日球层顶或许不是天然边界 而是被设计的屏障 目的不是保护地球 而是监控地球 像一道门或一个感应器 旅行者一号靠近湍流时 可能触发了某种沉睡机制 它传回的不仅是脉冲 更是回升 如同声纳撞上了无形结构 且越深入星际空间 信号越精确聚拢 仿佛有某物以察觉人类的存在 部分物理学家提出 旅行者一号可能闯入了星际共振场 一种弥漫银河的频率场 仅在特定条件下可被探测 若这一猜想成立 它捕捉到的便不是噪音 而是来自遥远深空的传输或广播 这就不得不提及建筑师假说 该假说认为太空并不是随机的 银河系也不是杂乱的星辰堆积 而是由高等智慧设计的系统 过去这一理论仅停留在科学边缘 可旅行者一号的最新数据 让它骤然进入到聚光灯下 重复脉冲 磁场扭曲 引力异常 竟与受控星际系统能量模式的 理论预测高度吻合 试想一下 若银河中存在庞大却无形的能量高速公路 由场 频率 引力流构成 旅行者一号或许正略过其表面 甚至闯入某个节点 这些节点可能是调控星际物质流动 分配宇宙射线 传递跨恒星信号的环境系统 若真是如此 探测器与这些扰动的相遇 便不再只是科学事件 更令人不安的是 根据该假说推测 这些区域具有感知能力 而这并不是人类理解的意识 而是能回应和反应的机制 专门为了被触碰而设计 如今 接触已然发生 旅行者一号接收到的信号 或许是测试 询问 甚至是警告 我们可能在无意间闯入了一个发现人类的系统 而它正紧紧注视着我们 另一个关键线索 是旅行者一号携带的黄金唱片 这张课有音乐 55种语言问候 自然声响与地球位置地图的唱片 本是人类的和平象征 却引出了性标理论 部分物理学家与天体生物学家 认为 唱片独特的电磁特性 与旋转方式 可能是一个标签 不仅宣告我们是谁 更暴露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甚至触发了周围环境的反应 最惊悚的猜想是 这张唱片或许不是为偶然发现 它的外星人准备的 而是为某个早已存在的 古老系统设计的触发器 这个系统专门等待文明 主动宣告存在的时刻 如今 旅行者一号传回的数据显示 信号正被外部调制 仿佛探测器 已不再单纯属于人类 而是成为某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 将信息传向升空位之处 工程师们最先注意到异常 那些曾被归为老机器噪音的信号 竟呈现出精准规律 低频脉冲如时钟般间隔闪现 且与地球相对银河中心的位置完全对齐 这已经不是巧合 更像是追踪 有某物在回应旅行者一号 或许是在回应那张金色唱片 且探测器越深入 信号模式越清晰 仿佛人类终于掉对了宇宙电台的频率 若这些信号来自星际信息流 一种贯穿银河的无形网络 那么旅行者一号的发现 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也许宇宙从来不是寂静的 它一直在发声 只是人类如今才第一次接收到 而探测器 或许已从倾听者变成了中继器 旅行者一号的使命 本应在几十年前结束 可如今它在太阳系之外的价值 远超探索工具 它引发的问题 比它看到的景象更重要 它传回的回声 逼迫我们直面那个回避已久的问题 人类真的孤独吗 还是说我们从未认真倾听宇宙 部分天体物理学家开始严肃思考 宇宙中的某些区域 可能是反应性的 被设计成识别文明意图 捕捉信号并回应的系统 旅行者一号不是偶然闯入 而是因为携带了文明发生的标志 才触发了回应 这种感觉在科学界蔓延 不是恐惧 而是敬畏 我们或许通过这台探测器 完成了人类与宇宙结构性存在的第一次接触 对谣测数据的分析显示 旅行者一号的信号变化 以超出设备老化或干扰的解释范围 部分频率出现了非自然偏移 仿佛有某物在利用它的系统说话 但对象并非地球 它可能已成为某个古老宇宙设计的节点 将信息传向黑暗深处的监听者 几百年来 人类认为宇宙是冷漠 寂静 对我们毫无知觉的 但旅行者一号的信号暗示着相反的可能 某种系统在注视我们 它不是拥有非传与语言的外星文明 而是嵌在宇宙机理中的庞大框架 古老到无序移动 庞大到只需等待 旅行者一号或许只是碰到了它的警戒线 如今 寂静正在星际空间边缘被打破 那些精准到不可能是巧合的脉冲与模式 不是来自遥远恒星的爆发 而是近在眼前的回应 专注 集中 仿佛某个无形存在正用它的方式测试我们 旅行者一号 这台人类最年长的探测器 正被困在这场未知互动的中心 我们为它设定的使命 是让宇宙知道人类是谁 薛卫曾想 这个故事真的被能回应的存在接收到了 这个存在或许古老到见证过无数文明兴衰 耐心到等待了亿万年 而现在 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毫无准备的未来 与宇宙的接触 不是通过外星飞船或无线电 而是通过唤醒空间本身的支构 旅行者一号从来不只是一台机器 它是人类投向宇宙的问题 如今 答案已在寂静中悄悄浮现 我们当初发射它 是为了探索 见证与记录 或许 它在太阳照不到的升空里 完成了更伟大的事 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开启了人类与宇宙的第一次对话 这曾是一封漂流屏里的信 如今却成了一段我们未曾察觉的对话 宇宙的第一声低音已经传来 问题是 我们会选择倾听吗 让我们保持好奇 或许答案就藏在下一段信号里